云鹤大侠 可是正义的化身 恶霸的克星 当今江湖上最有侠义心肠的人 遇见不平之事 无论多难都会伸出援手 所以呢 我独自离家 就是为了和他成为一样的人 那这么说 云鹤大侠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了 对 云鹤先生曾说过 有勇无谋者是马夫 有志无勇者是懦夫 云鹤先生曾说过 真正的侠 根本就不看力量的大小 看是我出自本心 云鹤大侠 你知道吗 就是 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我看你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 好像我们之前在哪见过 在那里 你原为第二云鹤大侠 这个是云鹤大侠亲自给我包扎的 你看 那里就是他消失的地方 我真的想跟他一起 消失浪迹天涯 一个江湖游戏 随便胡奏的话 你也信 同为江湖人士 云鹤大侠可比你这种只会 烧杀强热的小小姐妹好多了 等我救出了小灰 我也写一本花花行侠机 然后就像云鹤大侠一样流传于世 呵呵